好了,这条影片就是要讲一下怎样强行令屋价升值 有七个方法,先讲几个方法 强行令屋价升值,升值了可以怎样呢? 你可以第一,卖了它来人钱 第二,你就可以加按套现 所以这两个就是数字上的东西 先讲一下数字上的例子 在M25 Garden Road,先讲结果 先了解结果,再慢慢讲一些细节方法 也有例子给大家 这间房子就20万1千磅买回来 整个地址给你都没所谓,因为已经买贵了 买完之后,回来买贵了 买的时候就没有按揭 好了,什么时候买呢? 这里看到的,19年的10月底 先给大家看一条数字 20万1千买,利印就7千多,当8千 经纪佣买入和买出,反而比利印更贵 9千,买入的经纪佣5千 买出的经纪佣4千 为什么会买出更容易呢? 因为买入的技巧比较困难 好了,Legal fee 1千,装修是7万磅 弄了些什么一会儿给大家看 所以total成本 不是20万1千,是28万9万 最后卖了365 所以在这个交易上 是7万6的税前 profit 好了,卖了这间房子 当然在Rainmove就写出389 当然是开价389 最后面成交不是这个价钱 后面成交是365 好了,1月2021年 就是整个东西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这个就是结果 做了什么呢? 在当中增加这间房子的 强行令这间房子的升值呢? 有几样的 这里价值的大小 第一件事很少的 就是我将客厅和饭厅打通 这个你会说 这样也可以? 没错,是可以的 接着就是将屋顶和地牢加建 这个价值很大 因为屋顶多了一间房子 本身是三房 变了四房 而且这个价值很大 就是装修漂亮点 你说装修漂亮点也是? 反而其实是的 装修漂亮点是加价值 加很多的 好了,其他这些 其他我们英国业主会的朋友的例子 我稍后再讲 我纯粹讲了这间房子的东西 好了,讲讲一间房子 这间房子的地点就是在Manchester 的Prestwich区 好了,zoom进去 zoom进去 其实就是这间房子 这边 好了,加了个价值就是 刚才弄了一个Loft 这个Google Map 都挺新的 我弄了两个天窗 弄了里面 它竟然在卫星那里 已经显示出来 之前是没有的 好了,这间房子的样貌 在Google Map看 就是这样的 这个都还是 应该是 for sale 我那时候也看到 for sale的样子 最后我还没弄完 整间房子已经卖贵了 我打算弄得漂亮 前院后院才卖 最后也不太小 那个人说 1365你就不用弄了 我即时帮你买 那我就说OK 好了,里面是怎样呢 等下有视频给你看的 那floor plan就是这样的 这里是那个前厅 和帆厅 那本身这里呢 是有份墙的 就是这里进去 那为什么以前的屋 要间开一格格呢 就是因为以前的屋 是真的用烟通的 那么空旷呢 很难保暖的 所以通常以前 那些旧的积 都是一格格的 那些屋 新的style呢 就喜欢打通 它一打通呢 就比较漂亮一点的 那现在不需要用烟通的 用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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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加建了一个屋顶 这个屋顶 就在这个 这个屋顶 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这个位置 这样进入去上去的 这个屋顶 做了 和做了一个屋顶 这个屋顶本身都有的 纯粹就是噁心的 好了,看影片了 Gardiner Road 那之前是烂的 那间屋 尖和厨房而已 那这里是没有的 这里是一座墙 就是两间 即是两个厅 那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大厅 那里面了 好了,接着呢 有一个地牢 等一下才看 那这里之前是烂到爆炸的 那里面 看不清楚 这里是有出了一个窗网 那里面的 就是BROKEN CEILING BROKEN CEILING 这个地牢呢 好处就是 很光的 很高的 很深的 那这里呢 有日光的 还有很高的 好了 完成的作品的影片 我将它极速架化给大家看 大家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好了 那就是刚才这几种的加价值方法 最后有什么结果就出来呢 那这个就是刚才的结果 这个结果 那结果 我这个案子 我就选择去售楼 那七万六就是 profit 那如果你不售楼 你照做这件事 其实加了价值 是有什么结果呢 其实你就可以拿去加仰了 那你加仰呢 那你加仰呢 其实你九姜呢 你up大一点点 你就三 七五 都分分钟加仰到 从而那里 最尽可以七成半 其实呢 你就拿回二十八万磅 你的钱回出来 那其实你刚才 我这个基础又投入二十八万九 是我本身投入的钱 其实这间屋呢 在一年里面 如果我不买呢 我就这样套现出来 我已经做了回本的动作了 好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加价值呢 那这个M6的同学仔的例子 就是他将一大间房 他剁小了变成两间小房 那其实那个价值提升有没有呢 有的 当然没有好像这些这样 屋顶加建 整个空间本身没有 而变了出来的提升价值那么多 他这里其实没有空间 多了出来的 纯粹功能上 由两房变成三房 就是将一间大变成小 就是这样的 看片了 OK 这里是Selford M6宝石局 非常核心的Mantester 英国很过人的 即Mantester很过人的 他们不是很介意赤价的 他们是介意房数的 即是两房和三房 就有不同的价钱 那观论大和小 好了 这里就是今天的主要上体 你看到很明显有两间房 这里有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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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明显有 很大房 那就是把它一分为二 这家屋的价值即时提升 这条片实在太长了 所以我将这些就放在下一条片里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什么方法 去将你的英国楼加价值 还有按揭的问题 外国人怎么借钱 外国人出租会不会很难 怎么可以一定出租到 小朋友升学的校区的屋好不好投资 怎么可以低成本处理的遗产税 你可以在下面看我们所有的频道 放在link里 还有subscribe就不会miss了 好了那你想知多些关于二手物业的东西 说不完给大家听 所以八个小时我浓缩了会讲以下这些 第一物业平贵还是贵呢 我们要很懂得分析的 除了刚才用bill cost分析 还有其他的分析方法 那我会帮大家去地球上哪个国家是最底和最稳笨呢 就不要相信我 我会列出来 从而你都会计算你会知道 接着重要 买哪个区最底 这里当然是讲英国 哪个区最底 是讲将来的升值和现有的收租 当然将来的收租 是不是伦敦 曼徹斯特 利物浦 还是可能去到List 哪个款最底 有孖屋排屋 独立屋 按揭 关键就是英国 你没有英国收入都可以借到那边的按揭 哪间银行是最低利息 他们的按揭游戏 怎样玩 这些 讲你知吧 这个是关键的 当地人第一次买楼 就可以做到九成半按揭 去买楼 所以有好又不好 税项 香港你试试买第二层楼 你已经是肩抽贵的 利引税 那边就算你买第二层楼 的利引税 我当你不省 都比香港便宜很多 在便宜的情况下 怎样可以再省税 但如果你是BNO过去 你买那层楼就不是 十几万磅 你买得起码 最便宜 你都会买40万磅 的楼 你买这些楼就一定要知道 怎样买入那一刻 可以省得 因为这里是讲你 可能你买一米的楼 你都给五六万磅的税 而且你比那里便宜一半 是讲 省二三十万港币 还有就是 如果你这么 好彩还是不好彩 都不知道 你落了定买一层新楼的 楼花 你更加需要资 因为楼花多数都贵的 楼花是多数都可以有一个方法 可以省税 比较方便容易的 卖给你的发展商 他都不懂的 我懂 还有什么其他的策略 可以玩 例如做劏房 疫情之后 能不能做到Airbnb 疫情前Airbnb 是很好做的 HAA 租给政府 包租那些 还有楼花 都不幸地你买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叫做最 划算的方法 去玩呢 这样 虽然都是不划算的 但是叫做不划算的 里面就是最划算的 跌楼你未必需要的 厌楼你可能真的未必需要的 但当然建议 即使 他帮你加建 改建 做劏房 汇计 这些你真的可以自己做的 如果你懂的话 Tax plan 怎样帮你省税 这些不是MUS的 物业团体 但是是 给你advance 少少的 怎样去玩 最后就是 Exact的考察 虽然现在 我们暂时疫情 就暂停了考察 但未来开 当时 我们的考察是怎样玩呢 你想知道可以 去离我们这个8小时 的物业浓缩 讲完以下这些 更多的 喜欢可以 在下面的连续 他没有名字